成大海的海 在地球当海王 格局太小 满足不了我了 新的老公 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止不前 我要把后宫开到外太空剧 银河境界线 格局打开 嘿各位亲爱的观众来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UP主 不爱吃番茄的唱 吃番茄托马 今天我要给大家案例一个 新有银河境界线 它的主线剧情啊 是未来幻想类的太空割剧 你们一般像二次元手游 是这么卷的吗 都卷出割剧 是这种玩意儿来了 我都差点想把上流打在公屏上 幸好我先了解了一下 太空割剧跟割剧 那是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纯粹是因为翻译的问题 哼那没事了 银河境界线呢 是太空星战这么一个 软科幻世界观 一边操心着 猛星的命运辛酸 种族与文明的生死存亡 一边挥洒热血与热泪 征服星辰大海 一边还要诉说那 可歌可泣的爱恨情仇 好在剧前一开始 我从休眠仓里醒来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正经人谁想知道这个啊 正经人当然是先看看 有没有好看的小哥哥和小姐姐啦 这个游戏的插屁系统 高情商发言 相当自由 一情商发言 好怪哦 但是我好喜欢他怪哦 无论你是喜欢男的 喜欢女的 喜欢人类 喜欢兽儿 喜欢福瑞 喜欢 都可以在银河境界线里得到满足 先说说我们的男角色 标准帅哥 粉毛小哥哥 戴达罗斯 呀 指挥官 还好吗 诶 睡着了吗 暂时当一会儿保镖吧 嗯 虽然现在这个例会 衣服裹得严严实实 但我好期待他换下作战服 穿上清凉下装的样子 TV里还有撑起国产单机仪女半边天的 森中仁老师配音的制服帅哥 快点把他放出来让我看看 再说说我们的女角色 双子星 用来携带世纪的腿环 勒出大腿的肉感 差到好处的凸显出绝对领域 外套那是必然不会好好穿的 在你以为这是色气象角色的时候 脑袋上的一缕呆毛 给性感加上了一点毫无违和感的俏皮 不知道合不合法的双马尾罗利希尔达 看上去似乎非常暴躁 脸颊上害羞的红云和两颗小虎牙 却增加了猛点 他不是又是一位可以载入教科书的傲娇 紧身裤袋勾勒出曼妙的腿形 上衣和裤袋中间 却偏偏给了一点留白 行啊 太行啦 自己看下来 感觉迎合境界线的角色力会 已经相当优秀了 符合我最喜欢的那种 色又不色的感觉 我还在NPC里面 翻到了这种极品帅大叔 这硬朗的轮廓和犀利的眼神 一看就是铁汉柔情 手握一柄权杖 明明是一副大佬的样子 但衣服上那团白色毛球 却又莫名有一丝温柔和俏皮 这个NPC的宣传海报 为什么这种级别的帅哥美女 只能是NPC 这几个小哥哥小姐姐 我都觉得帅诈了 尤其是CV的猫猫头大叔 看上去很凶狠的样子 但是这个胸肌和肩宽 希望他在剧情里 千万别是个超级大反派 不然我的三观和五观 又要打成一团了 银河境界线总体来说 还是女角色偏多 但我私心里还是希望 既然走一般向 有男角色 那就各种不同类型的帅哥 多来一点嘛 我可以 我还可以 这么多好看的老公老婆 用来发刀一定很不错吧 吃刀人狂喜 就银河境界线的这个故事 就这个世界观设定 他要是后面不发刀 我当场改名超想吃刀子 游戏设定的主角呢 所在的帝国舰队 所属迦南帝国 是帝国的军事组织 下下四大舰队 迦南帝国是个多民族的二元君主 立宪制国家 贵族和巨谷 把控着负责立法的制高院 意愿又有五个新区组成 每个新区席位数量不同 在与异构重的战争中 如日中天的迦南帝国 遭到重创 部分新区甚至需要依靠民间力量来自保 其实真要论起来 也算是一上来就发了一把刀了 在与异构重的战争中 帝国原本的舰队 所胜无几 玩家扮演的指挥官 休眠前所在的小队 全军覆没 在我这短短几句简单的介绍中 大家应该不难发现 银河境界线的世界观设定下 可以写的矛盾非常多 光是我能想到的 外部有迦南帝国 与其他帝国的战斗 与异构重 平民的矛盾 四支舰队之间的矛盾 舞台已经搭的够大了 就等编剧来上台表演了 希望它可以像过去 许多经典的太空歌剧作品一样 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 编剧到达麻烦刀子多来一点 没到我不看啊 游戏的玩法方面呢 属实是文艺复兴了一把 采用了很多年前 很火的战机玩法 就是在地图里 操控角色的走位与怪物对战 消灭地图里的怪物 我个人觉得放在手游里 属于是比较讨巧的玩法了 毕竟是策略性的游戏嘛 兼顾了游戏趣味的同时 对于手残玩家来说 用脚都能打 战斗关中人物做了 Q版卡通3D建模 可可爱爱的净性塔塔开 玩法本身有一定的复杂度和难度 绝对能满足众多喜欢凹图的大佬们 游戏也设置了很多不同地形和机制 增加游戏的不确定性和可玩性 地上的火焰格子会持续造成伤害呀 特勤进入草丛格子后提升闪避概率呀 闪烁黄色亮光的格子提供buff加成呀 玩家除了操控角色战斗以外 还可以部署特殊机制的作战道具 激光炮防御堡垒 旋转利刃 地标导弹等等 不过我自己上手打的时候呢 感觉是 你这一关要花的时间也太久了 跟怪物来来回回battle十多分钟 希望可以通过倍速或者跳过 尽可能的压缩一下战斗时长 将来在这个战棋玩法的框架下 能否拓展出更多有意思的玩法 供玩家体验 也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 另外我参加测试的这个版本 游戏的界面可以说是极致的简洁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干净简单的UI 但有些操作就感觉不是特别符合 我平时玩手游的习惯 感觉制作组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不知道屏幕前面有没有科幻谜 在抽卡界面中啊 这个人物形如蜘蛛侥丝的手势 但我想到了星际迷航中的经典手势 瓦肯举手里 又称火神达副里 代表着深深不息繁荣昌盛 需要小指向左边微微拉开 中指和食指并拢 听说呢有人是做不出这个手势的 大家可以试试能不能做出来 而游戏里的这个手势 跟瓦肯举手里有着微妙的不同 估计是埋了一个彩蛋在这边 大家之后如果上手玩的话 也可以猜猜这个手势的意思 总之我初步体验下来 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 游戏现在呈现出来的大框架非常不错 值得我们来一首五星观望 但游戏内的诸多细节 仍然需要时间进一步打磨 试试的玩法和内容也还可以进一步丰富起来 作为一个X屁岛 当然希望家园系统什么的搞一搞啦 谁还不想跟自己的老婆老公有个家呢 最好还可以跟角色有更深入的互动玩法 我摊牌了 我要跟他们贴贴 银河境界线目前还没有大范围的测试啦 下一次测试的时候 家人们也可以参与一下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我是你们大主 不爱吃番茄串 最好的视频记得点关注